内容的评论功能有几个地方我们需要去修正一下 首先是评论框的显示 在手机设备上按一下评论框会打开手机设备的一个键盘 这个键盘跟评论框里面的文字离得有点近 我可以打开小程序的主样式文件 找到评论框的样式 就是这个Toolbar Input 我可以把这个Padding换成Margin 按一下评论可以回复北安的这个评论 按下去的时候小程序会设置 即将提交的评论里面的parent这个属性的值 它的值就是要被回复的那个评论内容的ID号 离开评论框以后 可以重新的再设置一下这个parent属性的值 打开内容页面 找到这个unblur comment这个方法 在设置一面数据的时候 我们再去设置一下 comment下面的parent 让它等于0 如果提交的评论内容里面的parent的值是0 就说明这个评论没有回复任何的评论 用户如果没有登录的话 我们可以禁用这个评论框 打开内容页面的试图文件 找到评论框 在上面我们可以添加一个disable的这个属性 我们可以给它绑定一个town号logged in 意思就是如果用户没有登录的话 就禁用这个评论框 向下滚动页面 如果显示的评论超过一页的话 页面滚动到底的时候 就会去加载新页面的评论内容 加载的时候会显示一个加载动画 因为这个内容页面底部有一个工具栏 所以挡住了一块加载的动画 在小程序的主样式里面 我们可以去设置一下配置的样式 给它添加一个底部的内边距 大小可以是工具栏的那个高度 这里就是48个像素 为了让这个加载动画显示的更好一点 我们可以再去处理一下 打开内容页面的试图 在这个spinner还有footer的周围 我们可以再去给它添加一个包装 用一个view 上面加上一个bottom 在小程序的主样式里面 我们可以再去设置一下 这个bottom的样式 可以给它设置一个固定的高度 大小可以是120个像素 这个加载动画在内容里面 也用到了 我们可以去复制一下 然后打开pages index index-wxml 用刚才复制的这个包子们 替换一下这里面的spinner 还有footer 我们的小程序 在Android设备上还有一个bug 就是滚动内容页面 当没有要显示的评论内容以后 不会显示我们设置的那个夜角图像 这个是因为设备 处理响应的head数据不太一样 打开内容页面 找到get comments 这里面请求回来了评论内容以后 会把得到的响应里面的 header里面的 xwptotal 还有xwptotalpages 放在一面的数据里面 后段服务在返回这个header的时候 它们的名字的首字母都是大写的 但是在我的开发手工具 还有iOS设备上 这两个header的名字 都会变成小写字母 所以我们需要再去修改一下 先添加一个total 它的值可以是 response header xwptotal 或者 没找到这个header的名字的时候 我们可以让这个total的值 等于xwptotal 这个字母都变成小写的 再复制一份 修改一下 添加一个totalpages 注意这个字母的大小写 或者让它等于xwptotalpages 这样在设置一面数据的时候 我们可以直接去用一个total 还有这个totalpages 再复制一下上面定义的这两个数据 找到unreach包层们的一个方法 设置一面数据的时候 我们可以直接再用一个total 还有totalpages 另外在内容那边一面 我们也用到了这两个东西 打开pages index index 在unload的这个方法里面 我们可以去把这个total 还有totalpages 粘贴到这里 然后重新再去修改一下 设置一面数据用的这个代码 在unput andrefresh里面 也用到了这两个东西 再用同样的方法 我们可以去修改一下 还有下面的unreach包层们 也需要再去修改一下 最后还有一个bug 就是在android设备上 不能发表评论内容 我定位到的原因就是 评论内容里面的agent的值 也就是提交评论用户的 那个设备相关的信息 暂时wordpress的评论借口 没能够正确地处理 这个agent的数据 所以会导致保存评论内容的时候 会出现错误 不过这个bug 我暂时还没有找到 好的解决的方法 等我找到了方法以后 再跟大家分享出来 感谢观看